中金公司發布最新報告指出 大陸經濟將持續放緩 同時下調明年經濟成長率至7.3% 預估人民幣有貶值壓力 安徽省原副省長尼發科涉嫌違紀案發酵 陸媒報導稱 其原任職地安徽六安市的副市長全俊良及當地住民商人 最近被紀檢部門帶走調查 而是案的六安霍秋縣政府辦副主任 縣安監局黨組書記張某被約談後蹊跷跳樓身亡 根據保育組織大象之聲 中國大陸必須立即終止非法象牙交易 否則依照目前的倒裂速度 大象可能在十年內滅絕 已經宣布退役的足球金銅貝克翰 最近訪問中國大陸 媒體問他目前中國體育界最熱門話題 1比5要怎麼辦 貝克翰回應 中國國族需要重振國角的榮譽感 中國國族6月15日 在北京的熱身賽以1比5 慘敗給世界排名142的泰國 奮鬧的球迷霸占球場門口 不讓選手離開 包含總教練卡馬丘下台 還要求國族解散 新航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局4 5 6 7 7 8 8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